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 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这个原因啊 我们以前也在节目中说过 就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更是因为中国啊 它是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加入世贸组织的 因为世贸组织对发展上国家 它有很大的照顾很多优惠条件 而对那些发展国家就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优惠条件 那么世贸组织对中国的最大的照顾 或者最大的优惠条件呢 就是允许中国以一个非市场经济的身份 来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因为本来呢加入这个世贸组织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 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这样呢你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可是呢中国在2001年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 中国到时候还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这么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国家 它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所以本来呢按道理说呢中国其实没有资格加入这个世贸组织嘛 那么2001年世贸组织可以说非常的魄力 让中国以一个非市场经济这么一个国家来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对中国一个最大的照顾 那么为什么世贸组织要这么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呢 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世贸组织它的来历 也就是为什么要建立世贸组织这么一个背景 世贸组织呢是在二战之后1948年建立的 当时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啊 其实就是对1930年当时候一个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反省 也就是说试图要防止再次出现像1930年那样世界经济大萧条 在那个大萧条的时候啊 当时美国德国英国这些主要国家的经济是暴跌啊 失业猛争 这些国家失业率都是达到了25%以上 所以就引起了一个极大的社会动荡 这个动荡呢又进一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么造成世界经济大萧条当然原因有很多个 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当时候世界各国就实施了一个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 因为这个自从这个经济不景气以来嘛 那各国的经济不景气嘛 他们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再大量进口进口商品 就会更加打击这些本国的企业 就会造成本国经济的进一步萧条 或者失业率进一步增加 所以呢 那个时候各国就纷纷啊就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他就极大的这个提高关税 就阻止外国的这个商品进入本国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叫做关税大战 你的关税高 我比你关税更高 互相这样的提关税 那么世界各国这个关税大战啊 本来他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保护自己的企业 免受外国或者冲击 可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关税大战啊 反而造成了国际贸易的坍塌和崩盘啊 所以到时候最后大家都遭殃了 就是了关税大战 反而成了一个世界大萧条的一个推手 所以呢 在二战之后 人们叫做痛定思痛嘛 他就要建立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他的目的啊 就是要避免再出现这个关税大战了 那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啊 他就规定我们一定要统一 是都实行低关税 禁止成员国之间搞什么加关税 这个关税大战 这样呢 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啊 再出现像那个什么世界经济大萧条呢 1930年那么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局面 可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呢 一下子就把世界分成两个经济体系 就是说一个呢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经济体系 那么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经济体系当中啊 他就可以相互享受到这个低关税的优惠 就可以促进啊 对外贸易的发展 可是那些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啊 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些低关税的好处嘛 所以他们要发展对外贸易 当然就比较困难 因此呢 中国如果你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 就不可能享受这种低关税的好处 这个优惠啊 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 然而呢 现在的美国啊 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后悔论呢 就是后悔 当初就是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去年就是2018年的1月 当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声称啊 2001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 当时啊 没有人 就是很多人啊 都不太重视 就是这个当时候川普总统 他们发表了这一个报告 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 现在我们反过头来看 当时这个事情啊 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重要的事情 那么川普政府为什么说 就是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呢 他们提出的理由啊 就是中国没有兑现旅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成织 就是放弃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努力 那么美国为什么这么强调中国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的问题 这是因为啊 这个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之间 实施低关税啊 你必须要在这个相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个市场经济国家之间 你才可以正常的运转 因为私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之间呢 它是一个平等的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所谓公平的贸易 但是你国有企业和那个私营企业 完全是不平等的嘛 如果你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 你无论如何你是竞争不过这个国有企业的 所以说如果中国那些大量的 如果国有企业都进入世贸组织 必然是要占了很大便宜嘛 它就会破坏掉这个世贸组织 现在这个格局 因此呢 就是按照道理说啊 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本来啊 它是没有资格加入世贸组织的 那么为什么2001年 美国就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 这呢 就是因为当时候中国就提出啊 就是我们要这个放弃这个计划经济 放弃这个所谓公有制 我们要向市场经济过渡 要从公有制啊 向私有制转型 那么这个过渡和转型 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了 你像前苏联 俄罗斯搞那个一夜之间私有化的 修和疗法呢 效果也不好 所以呢 当时中国就提出来 这是希望美国啊 帮助中国从这个公有制 这个计划经济 向私有制的这个市场经济 来过渡转型 就是呢 先让中国来加入世贸组织 之后呢 中国再慢慢的来过渡转型 那么那个时候美国也觉得 中国从公有制 向私有制这个经济过渡 那也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就是美国也就是松口了吧 他就是允许中国啊 他虽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但是呢也允许中国是先加入这个社贸组织再说 不过呢 美国也是给了中国一个过渡的年限 就是你不能永远过渡嘛 就是要求中国在15年之内 你要从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这个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啊 要过渡到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 这么一个国家 当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 也答应承诺就是我们要在15年之内就要完成这个过渡 就是要在15年之内啊 从这个现在的这个国有国有制和这个国有企业啊 过渡到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私有制的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这也就是说呢 北京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主要的承诺 他就是承诺在15年之内 中国要过渡成为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私有制国家 那么2016年就是这个所谓从2001年开始 这个15年期间就到期了嘛 那么2006年中国有没有过渡到一个 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 这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最关键的中国有没有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承诺的问题 在2011年当时和北京政府就声称 说是中国已经兑现了承诺 说中国现在已经转型成为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 所以他就要要求啊 欧美日这些国家承认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地位 但是呢 美国欧盟日本都发表声明 他说中国没有兑现承诺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他并不是一个以这个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私有制的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所以呢 美国欧盟和日本啊都拒绝承认中国具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地位 有人认为啊 说是美国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地位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那其实不然啊 因为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留了一个小条款 这个呢 就是说一旦15年之后 如果中国你还没有过渡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话 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把中国按照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来对待 就是允许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这个呢 也不算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 本来的世贸组织是规定啊 成员国之间不得征收高额的关税啊 那么从原则上讲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个呢 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 因此呢 当时候北京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时候啊 他还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 就是控告美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 那问题是啊 中国自己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的时候 其实也留下了一个所谓叫做违约认罚的条款 就是中国他也承认 如果我们没有兑现承诺的话 美国他们就有权对中国实施一个高关税的惩罚 这个事情呢 也是中国叫做认他认罚 就是不算美国犯规 那么现在呢 美国对中国这个实施这个高关税的惩罚 就是建立在中国是违约的基础上 就是中国你说这个15年过渡 但是你15年没有完成过渡 15年之后 中国还是一个以这个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主的国家 所以呢 美国就要对中国啊 实施这个关税性的惩罚 可是呢 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就是说啊 中国说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中国并没有违约 所以说呢 既然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那么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关税的惩罚 你就不合法了吗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中国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啊 可以说中国美国这个国家叫争执不下 那么到了最后呢 当然就要由世贸组织 它的一个仲裁委员会来进行裁判 如果说世贸组织的仲裁委员会判定说 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 那么美国对中国这个进行高关税的惩罚 当然是不合法 可是相反 如果是世贸组织这个仲裁委员会啊 判定中国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现在美国在15年后 对中国这个实施这个高关税的惩罚 那就变成合法 根据昨天传出来的消息啊 说世贸组织就有关中国是否是一个 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个争端的问题啊 他将做出一个不利于中国的裁决 也就是说他就不承认中国具有市场经济的地位 这个对北京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了 对美国和欧盟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因为这个裁决啊 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一个字面的一个事情 不是一个面子的事情 更是一个实质的理质的问题 因为世贸组织 这个所谓叫临时的裁决啊 他就规定 就是允许世界各国按照自己的情况 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个呢不算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等于是对这个美国 现在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个事情就成了合法行为了 中国也就失去了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的理由了 事情呢还不仅如此 因为一旦世贸组织做出这样的裁决 那么中国在世贸组织这个成员国地位 叫做名存实亡 因为本来啊 世贸组织就是不允许这个各个成员国 各个成员国之间加收这个高额的关税啊 如果现在世贸组织上允许 就是中国是例外 就是允许世界各国对中国单方面加征高关税 那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就不大了 所以说对这个中国 这个现在享受世贸组织这个低关税的 这个优惠条件这个好处啊 必然它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情 据说啊 现在北京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 希望啊 在这个世贸组织这个正式的文件公布之前呢 还想做出一些什么挽回的事情 做一些什么让步啊 来挽回这个最糟糕的局面 不过呢 整个情况来看 对北京是不乐观 那么中国在世贸组织这个问题上 遭遇了如此严峻的局面 其实跟习近平的误判呢 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2010年当时候 中国这个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承诺到期的时候呢 如果呢 当那个时候北京啊 并不是态度很强硬的坚称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市场进行国家了 那么那个形势 其实还是有可能挽回的 如果那时候中国的态度很好啊 就是承认自己啊 15年这个过渡啊 没有达到目标 那中国呢 现在呢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进行国家 那么就请求世贸组织啊 再给中国一些年啊 做一些过渡 就是说再次 就是说中国还是想要市场进行过渡 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呢 习近平领导下这个北京政府啊 他非常强硬一口咬定奸身 说中国已经是市场进行国家了 这个话已经没有什么可谈了 而且呢 北京还反过来指责 说是美国说中国不是市场进行国家 那是故意刁难中国 是别有用心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这么一个非常强硬 非常蛮横的态度啊 就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上 根本没有办法和美国这些国家和解 不仅如此啊 习近平经常还高喊什么 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 这样就给美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呢 就是北京实质上放弃了向市场方向改革的努力 因为习近平你想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显然这个是跟市场经济 这个大方向叫做南辕北辙嘛 你就更加没有办法让西方国家承认你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地位 其实习近平他也就没有想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么一个说法 这么一个想法 你其实是跟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完全相反的嘛 习近平他越是强调中国要国有企业这个主体的地位 就越是让世贸组织要把中国给排斥出去 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次中国啊被世贸组织排斥 遭到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波折 那又是一次瞎折腾的人灾啊 可以说当年朱镕金那些人好不容易是让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啊 这次呢又要被习近平给搞砸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